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之前谈到B群的维生素 过多过少都不行 但是我们维生素还分很多 A B C D E都有 这些维生素如果摄取过多 或者是缺乏会对生气造成的影响 好 那我们就从维生素A来讲 不足的话 最常见就是夜盲症 小时候都听过对眼镜会不好 晚上的时候看不清楚 另外眼镜的睫膜会比较干燥 免疫系统也会下降 因为他面对免疫系统有点关系 OK 所以妈妈常说 如果我们要眼睛好的话 视力好的话 多摄取维生素A 对对对 没错 就是对的 但如果说剂量太大的话 大部分最常见的是脑内压的身高 然后应该身高就会开始头晕 所以会抽筋 另外呢会慢性中毒的话呢 皮肤会比较干燥 会脱头 淋巴肿大 另外因为维他命炎的中毒 会造成钙离子的增加 月经的不顺 另外比较常见的是肝会有点纤维化 哦 嗯 不过就是怀孕妇女在吃维他命A 要补充 但是要注意就 维他命有好几种形态存在 是 有一些形态不适合怀孕妇吃的 哦 所以还是要询问过意识 比较好一点 好 OK 那另外我们讲到维他命C啦 嗯嗯 对 我们之前有谈到维他命B嘛 对 维他命C的不足的话 造成的就是坏血病 OK 就是会造成结底组织的问题 然后皮下会出血 就是我们的 这药也会出血 就是有维他命C的不足 对 他本身是有抗氧化作用的 嗯嗯 对啊 另外在吸烟跟吸善的病人 维他命C必须要多多摄取 OK OK 我有听过这个一个报告 他说你每吸一根烟 你的整天所摄取的维他命C 就不见了 嗯 我不知道 但是医学会少 对 会少嘛 OK 所以抽烟啊 喝酒的人要多摄取维他命C 但是有一种说法 维他命C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 这样子 有这个说法吗 有 有这个说法 但目前所有的医学报告呢 就是有的说有的说没有 但目前还是没有 那可不可以养颜美容 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吗 对 临床上好像很多病人说有效 但是在医学上呢 他们的研究还是没有这份报告 哦 但是没有 OK 所以您刚刚提到 如果维他命C不足的话 会有坏血病是不是 对 不足会长的坏血病 就是皮虾出血 那过多呢 过多的话呢 一般讲的过多就是超过两公克 嗯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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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要的是在我们的 呃 腹痛 就肠胃道会有腹痛 恶心呕吐 嗯 同时呢 维他命C呢 它因为它会造成我们 身体里面的代谢层 它本身会在身体里面代谢 嗯 变成草酸 草酸会跟我们体内的钙结合 变成草酸钙 嗯 形成肾结石 肾结石 对 所以吃太多维他命C的这个问题 反而不好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要注意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家里都会有维他命C 小朋友常常会一颗一颗把它当糖果来吃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这很危险的 嗯 如果他没有肾结石的病史的话 应该还好 嗯 因为目前有个新的研究方向是在维他命C 嗯 因为他们发觉维他命C可以 好像可以抑制食道癌 跟胃癌的发展 嗯 那是不是有效目前还在 还在研究当中 但是他们目前这种病人至少要吃一克以上 哦 OK 跟两克就很近 嗯 目前还在等这个报告 是 是 是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一下维他命D 对 维他命D 嗯 大部分人都有在吃 嗯 每天的摄取量 因为这个比较乱 前一阵子症谷公布的比较高 嗯 最去年呢 因为出现了一些病人吃的过多造成一些肾脏的问题 嗯 骨头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把剂量要调整一下 OK 第一是做什么的作用呢 第一是帮助你的钙的吸收 哦 调整血中钙的浓度 OK 让你的钙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多 所以我们光吃钙还是不够 要有维生素D来配合 来帮助吸收 对对 因为你光吃钙 吃的再多没有维他命D 吸收不了 嗯 那一般我们如果常常做这个日光浴啊 是不是也有维他命D可以吸收呢 如果你经过日光浴的话可以合成维他命D OK OK 就是可以 只是现在的人好像大家都怕晒黑油 都是喜欢躲在家里 是 你要是涂了防晒油那就没有用了 哦 因为它那个纸外线进不来 所以还是得靠维他命D的这个补充 嗯 那维他命D我们外面看到了有D2跟D3 嗯 有什么 哦 就是来源的 哦 叫做D2 D2是植物来源的维生素D 然后D3就是动物的 D3是动物来源 所以两种作用都一样吗 成分一样 成分的 就是说它的功效都一样 都是一样 只是说它来源不同这样区分 啊 有些人不知道说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一样的 是是吃素的就可以吃D2了 可以 OK 好 它的不足会造成居楼症 嗯 另外就是低型带 然后成年人会造成蓝肚症 如果过量的话 OK 也是一样头痛和心呕吐 嗯 所以心律不整 嗯 常常会肾衰竭有时候还会昏迷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维他命E 对 E很多女孩子 很多女性朋友会吃 因为他们认为E可以抗氧化 嗯 没错 E是抗氧化 C跟E都是抗氧化 嗯 那维他命E大部分就在消热 亏油或是空热油比较多 OK 一般一年 每一天 成人的摄取量 目前规定是15毫克 嗯 换上整个肌肠会是22.5 OK 太多呢 对身体病没有什么用 前一阵子说 对心脏有好处 后来这已经被推翻了 OK 对心脏没什么帮助 嗯 它如果不够的话呢 很少 一般很少见说吃的饮食不够 维他命E 大部分都够的 嗯 除非你有小肠肝刀 或是有一些肠胃道的疾病 嗯 你不能吸收 才会这样 那不够的话造成是神经研究 四网膜的 一些神经病病 嗯 吃太多呢 维他命E 有些人剂量都很高 嗯 因为应该才15而已 可能吃到400 是 吃多的话呢 会抑制你血小板的作用 嗯 而且会干扰你的维他命K的代谢 嗯 这两个情形会造成你容易出血 哦 所以要小心 尤其有些病人 现在很多人在吃抗明剂 你如果吃维他命E过量的话 你的抗明剂的功效会太强了 会流血不止 其实任何食物包括维生素啊在内 过多都不好 对 对 过多跟不急都不好 那医师你会建议我们成年人呢 最少一天就是大概一个综合维他命 就足够补充我们身体流失掉的养分 对不对 一般是足够 嗯 但有一些例外 就是看你的引擎 嗯 如果你喜欢喝茶 喜欢抽烟 就要凄量的调整一些维他命 嗯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我们一定要避免过量 因为过量对身体是一种负担 那过量的话呢 不但补不到身体 而且呢就是大病小病 就会跟着来了 没错 对身体造成真的一个很严重的伤害 对 对不对 好所以呢希望观众朋友你们呢 维护自己的健康同时 也要关注一下自己 是不是摄取过多的维生素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张医师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看 住在LA 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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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ses Village Greenkte College of Business ad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